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FM原创独家出品 不朽凡人 作者 俄氏老五 播讲 小编C 念水笑 第118章 贡献最大的诞诗 随着说话声 一名身穿诞青衣裙的女子走了进来 穆丹师 穆师姐 此女一走进来 众多丹师纷纷让开道路 并且站在一边招呼 鱼器中紧接带着一种尊敬和崇拜 就连张鼎也抱拳叫了句穆师姐 莫无忌赶紧站在一边 他的心碰碰直跳 这个穆丹师应该就是刚才张鼎口中说的穆英 让莫无忌激动的是 这个穆丹师来自问天学宫 不但是来自问天学宫 还是问天学宫丹塔的人 若是他能够认识这个穆丹师 那岂不是能更容易地接近玲珑婆婆 一想到这儿 莫无忌恨不得立即就扑上去 抓住穆英的手 恳求对方和他成为朋友 然后小小地约一下 但这只能想想罢了 一旦他真的这么做了 也许他将再也没有机会见到穆英 甚至没有机会参加五行黄语的丹笔 穆师姐 虽然你的师父不是玲珑婆婆 但是你能创造出富裸丹来 不但是我被丹师榜样 也造福了众多零落有损的修士人 当然 我说的是年轻一辈 张鼎虽然没有直接反驳穆英 但他的话却是提出了反问 穆英淡淡地说 问天学宫丹塔的各位丹师前辈都各有千秋 玲珑婆婆固然是我丹塔顶级的优秀丹师之一 我师父也同样是丹塔顶级的优秀丹师之一 听到这儿莫无忌心里一沉 从穆英的语气里 他听出了他对玲珑婆婆似乎有些意见 否则同样是丹塔出来 他不可能说这话的 张鼎是善善地说 当然是这样 丹塔的任何一位丹师前辈都是我最尊敬的对象 我的目标就是能和师姐一样进入问天学宫的丹塔 要是拿年轻一辈来说那当然是穆 可这次穆英根本不等张鼎把话说完就打断了他的话 张丹师 你又说错了 年轻一辈的丹师中 贡献最大的既不是你 也不是我 同样不是在座的各位丹师同道 众多丹师听到穆英的话都是一愣 可以说失落大陆最优秀的年轻丹师基本上都在这儿 难道还有他们不知道的年轻丹师不成 这年轻丹师比穆英和张鼎还要厉害 这也太离谱了吧 不知这位丹师是谁 张鼎有些忍不住的说 穆英的目光从众人身上扫了一下 这才沉静的说 此人 这是繁俗世界的一个连药师 家境破落 他甚至连饭都吃不上 但就是这样一个人 炼制出来了一种疗伤药液 叫九命疗伤液 后来 这人又将其命名为青霉素 这种疗伤液 可以阻止伤口炎症 救了失落大陆千千万万的寻常平民和意外的受伤士兵 这些被救的士兵和平民 为了纪念这位炼药师 又将这个药液命名为末世药液 要说失落大陆贡献最大的炼药师 我认为非他莫属 张鼎有些无语 若不是因为对方是穆英 他早就拂袖而去了 就算是这样 他还是辩驳说 穆世间 一个炼药师炼制出的药液而已 就算是个一品人丹师炼制出的东西 也比他强吧 他何德何能敢担当贡献最大的炼丹师之名 何况他只是个炼药师而已 很多人都赞同张鼎的话 和张鼎一样 若不是提出这观点的人是穆英 他们也会开始反驳的 可穆英却是摇了摇头 陈生告诉他们 这位墨药师炼制出的墨石药液 只需要几个铜板就可以购买到一瓶 而在座各位可以告诉他 有什么丹药是几个铜板能够买到的 别说几个铜板 就算是用几个金币能买到的丹药 又有哪一种 哪怕做一个假设 有可以用几个铜板买到的丹药 那各位再说说又需要多少丹师 才能炼制出这么多的丹药 去救助千千万万的受伤者呢 说到这儿时 穆英过于激动 深深吸了口气才再次说道 这位炼药师 在研究出这种药之后 并没有利用这种药 圈钱 而是无常的 将这种药液贡献了出去 若不是他 每天要死亡多少无辜的生命 有几人能有他这种豁达和大度 或者有这种奉献精神 也许大家是修士 对普通凡人的生命不屑一顾 但我想问一下大家 各位没有修炼之前 难道不是凡人吗 各位能够成为修士 难道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吗 各位的父母姐妹 不是凡人吗 没有无数的凡人基石 哪里来的修士 更何况 我们也只是修士而已 寿命比凡人长一些 终究还是会和凡人一样 尘归尘 土归土 换句话说 我们只是活得长一些的凡人 既然如此 我们又有什么资格 看不起凡人 这番话说下来 就是墨乌记都忍不住要鼓掌叫好 这墨英的秉性 真实不造作 让他颇为欣赏 不过他可没墨英说的这么高尚 他之所以交出青霉素 是为了保命 让他没想到的是 在他离开之后 那些受到青霉素好处的人 将青霉素命名成了墨石药业 这倒是让墨无忌 获为惭愧 同时他也很庆幸 自己拿出了青霉素 很多记得别人恩情的 都是些平凡的人 墨英的话引起众人沉默 能站在这儿的 都是高高在上的修士 甚至还是修士中的佼佼者 练丹师 但不可否认 墨英没有说错 在他们没有修炼之前 他们就是凡人一个 他们修炼之后 家中仍旧一样有凡人 墨英扫了一眼所有的丹师 忽然对着虚空抱了一下拳 他要为那一亿万普通凡人 感谢一下那位墨丹士 墨师姐说得不错 我们都是寻常凡人而来 现在我们欢迎墨师姐 为我们说一下 她是如何创造出傅罗丹的 张鼎很快恢复了正常神态 他第一个鼓掌说道 墨无忌却感觉着张鼎有些虚伪 显然她的心里是不认同墨英的话的 只是墨英的地位比她高 她才不能多说些什么 墨英摆了摆手 但到上我也只是刚刚起步 并不会比各位精通多少 既然是丹师交流会 大家互相探讨 另外今天我到这里 是想要交换几样灵草 一名中年丹师立即附和说 有了这名中年丹师的带头 众多丹师纷纷拿出自己的灵草 同时竖起了自己需要的灵草牌子 短短时间 这丹师交流会就变成了药材交流会 墨无忌站在张鼎的侧边 正好看见张鼎的眼里 闪过了一丝不服 只是这眼光一闪即逝 立刻又恢复了一副笑吟吟的表情 然后她也拿出了自己要交换的灵草 这人虽然是单道天赋很强 但同样的嫉妒心也很强 看见墨英一来就夺走她的风头 心里应该很是不爽 墨无忌决定定紧紧牧英 一旦牧英离开 她就跟上去 现在众人要交换灵草 她自然也不会放弃这种机会 只有在这种场合下 才能交换到那些顶级的灵草 她需要的顶级灵草很多 超过十万年的松树脉络 纯度更高的火晶石 最好是万年的灵芝和暗黄参 千年之上的龙咸草 事实上 墨无忌对自己需要的这些灵草心中有底 她的家地是购买不到的 超过万年的灵草 很多都接近了四品 好在她要的暗黄参和灵芝都是些普通东西 就算是万年 应该也在三品灵草边缘徘徊 至于十万年的松树脉络 这种东西虽然是四品灵草 但却不算是太珍贵 可就是这样算下来 她的灵食也远远不够 她身上还有两节宝血藕 这才是她想要交换灵草的底气 至于为什么要收购这些灵草 墨无忌早有预感 她的新开卖药液并不足以达通九十九道脉络 也许有一天 她会突然面临开卖药液不能用的情况 到了那个时候 她再收购灵草可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墨无忌刚将自己需要的东西写下来 还没写出宝血藕 她的眼光便忽然看到了牧鹰所需的灵草 其中赫然就有十万年的松树脉和宝血藕 不同的是 她写的是十万年的地松脉 牧师姐 我这里有十万年的地松脉 你看看行不行 一名年轻的丹师拿着一个玉盒 走到了牧鹰身前 将玉盒递了过去 墨无忌心中暗叹 这人的名声果然就是财富 牧鹰需要什么东西 人家就先主动送到她手上 甚至连价格都不问 多谢 牧鹰奄然一笑 随手打开了玉盒 墨无忌赶紧上前两步 她看清楚了 那玉盒中放着几条淡黄色的根镜 还散发出了淡淡的清香味道 墨无忌在第一时间就看出来 这东西比她的松树脉络 不知道高级多少倍 此时在墨无忌心里 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这种地松脉 远远胜于她之前所要的松树脉 肯定更加适合她来炼制开脉药液 无论如何 这东西也要弄一点到手里 这是品项极好的地松脉 就是在私品灵药中也算是难得 这地松脉对我来说恰好不过 你出个价格吧 不朽凡人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下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